SUN ANGEL 的串流播放机 他们是做串流机器家的 今天是正正中中去试他们的串流机 大家好, 我是国仁 欢迎来到feverzone.com 今天和大家实试的产品 继续是音响串流机系列 主角是SUN ANGEL 最新推出的 MUNIC M1 Music Server 这部售价大概1万元左右 然后FORM Factor 很小 还有很多升级套件可以给你加 挺有趣的 正式介绍之前再提醒大家 如果大家想看更多影音器材产品测试 影音教学和市场最新资讯 记得免费订阅我们feverzone.com的YouTube 频道 还有点赞我们Facebook 和Follow我们的IG 有很多幕后花碎可以在那里看到的 事不宜迟, 细小部也要开箱 我们先开一部细小部的箱 一个是MUNIC M1 Music Server 已经有价钱 8GB是10800元 4GB是9300元 2GB是7800元 另外一个叫Forester F1 Power Supply Unit 就是外置供电 这就是两件 供电多少钱? 3200元 好了, 这个就是Power Supply 一手就拿到 底部就把电压充电压 283V 后面 IC电源插 标示键, 开关键 接着 输出电压 分别有两组DC Plug 这里是分开的 这里是一组 这里也是一组 另外是USB Port A 也是提供DC 5V 的电 2A 所以你要留意 不要超过它的充电 那挺好 很多机器都是用USB Port A 拿电 有些又用DC Plug 拿电 它一次过就满足你们两个愿望 接着就轮到这个 全流机 又是这个大小 一样大小 金属面 这些字都拆了 算是这样 前面还有6.3mm TLS 耳机输出 抬头机的话都适合 我相信有点热 因为你看 机身旁和机顶全部都开了 底部 好, 后面 似无似样 DC 5V 2A GIGABIT INTERNET NAND PROC 接着是四组USB 分别是, 它也有不同功能 分别是橙色USB Audio 配合USB 解码 接着其他就是充电 解码 Analog Output 也有一组的 RCA 立体性模拟输出 MIO 和 M-Link 应该是配合自己的解码 如果你不是用它们的解码 这里有标准的Digital Output 分别是HDMI Port I2S 这个应该是最高规价 但也要看看它的PINER材料 看看与其他不同类型 类似的产品兼不兼用 接着就是标准介面 RCA 的数码同族输出 接着就是XLR插头的AESC 标数码输出 另外真的要提提大家 如果大家不需要它的内置解码的话 厂方有另一个型号叫做M1T T 就是得Transport 意思 价钱再便宜一兹 如果大家不太追求高热和DSD的话 RAM 也不需要供顶 价钱又再便宜一兹 而部机的功能基本上是一样 数码输出的质素亦是一样 我个人认为省钱便可以买它的外置供电 过机线等等 更高性价比更划算 当然如果你的系统需要它有解码 直接播放有缘喇叭 直接做音量控制 又或者需要玩耳机的话 都要买我今次试的标准版M1 这样才可以提供所有功能 拆开内面看 内面是看不到的 你要再拆完板才能看到 因为它是板对板 自己有块板 这个后面应该是一部电脑 电脑仔 即是那些电脑仔 这里里面 它的排线 好像是银线的物体做的 下面那块板就是Audio I.O. Analog 因为收的太厉害 所以不知道 看回厂方上 就会有一张比较清晰的机内图 看到机内的生意 全部用无风扇设计 内面也加了高磁度率的EMI吸收器 主要是一些屏蔽装置 隔绝了电脑和音频底板之间的电子噪音干扰 CPU 用ARM Cortex A72 1.5GHz 的4核心CPU 原厂有金属的机箭 可以加扣选购 一套三粒 两边贴了O-Ring 绝住它 你不要便可以拆出来 过机线 不同的颜色物料也不同 右手边这个正极是用银做 负极是用红铜做 左边这个正极和负极都是用红铜做 正极是用红铜 负极是用银做 这一枝正极和负极都是用银做 这样试得不够试 如何配合呢? 顺带一提,厂方也出了一枝 电脑设计是给这套音响学习系统用的 叫做N8 所以外置供电有两组五屋说出 就可以一组供电给M1 另一组供电就供电给SWITCH的N8 如果想看N8介绍 可以看右上角有条银 今次这个M1 Streamer 就要用另一个App 控制 叫做WIT OS Orbiter 第一件事就是搜寻一下状态 看到有 按进去 你现在看到 进去一般会看到有型号 有它网络的名称 以及它是用什么输出 进去可以选择 有两种输出 二宅其一 本地设备即是什么呢? 即是机背后的RCA Analog 输出 标准数码输出 即AESCPU、SPDF、HDMI、I2S 还有机前面的6.3耳机输出 如果用USB输出 就要选择外部USB DAC 一按这个之后 部机的其他输出都选择 只是用USB输出一组 内部的DAC输出 可以给你设定 分别是DSD输出 分别是有DOP出 或者是转换成PCM 一般都是DOP 好,登入了 看到就... 哇,还有很大的封面 对了, 漂亮了 但是, 试试DSD DSD 输出是顺利 亦直接给解码输出 好了, 我想试试 如果我们用USB 输出 又不能出其他设置 它用外部USB套用 就是设定了DOP 亦是最高输出的 可否正常播放? DSD 输出 没问题 DSD 2X 好, 亦都没问题 DSD 4X 现在 亦都顺利播放 这个USB 完全是对应的 连一些很高规则 现在是DSD 256 都可以顺利播放 试试它, 如果是Native 的DSD输出 究竟有没有可以做得到呢? 可能应该不行 因为多数都不可以 试试, 播出了 DSD 输出就行, 我们再下 DSD 1, 200 顺利播放, 没问题 DSD 256 没问题, 现在是Native 播放 它本身In-App 可设定到的 亦都很齐 亦都稳定 不断转转转转, 都没有任何问题 连输出的声音都没有 唯独是, 它就这样去搜尋NAS 里面的 网络的歌曲的时候 我想要Folder 里面放一个Cover 否则就没有Cover 这个我觉得选歌上 今时今日来说 不是太足够 希望遲些可以改善 但其他操作就没问题了 好了, 最后就不断看一看Rune 我们都去看看Rune 的介面 基本上它应该一早起到 Sylon Angel M1 Rune Ready 它已经见到 Audio 设定是Native MPD 8 已经可以改善了 是吧, 顺利了 完全可以顺利播放 DLN 的Render 都支援 变成了怎样呢 例如我有其他的播放软件 例如像这些 可以不可以呢 好了, 你看到了 右下角 上一按, 我们就可以 利用一些免费的软件 就可以播到UP&P 的歌曲 例如这里我们选 对了 又有Cover Art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 就可以玩到Cover Art OK 例如DSD 应该有问题不大 对了, 播到的 虽然你下面看到 它有些352 显示 但实际上解码是出到Native DSD 示范的地方就全了 应该都七八成了 希望大家对这部机的了解更多 好了 刚才解码说了Pay-Pay Designs 接着就是前级季风的Pandora 接着后级就是Prasound的JC1 Plus Monoblock 接着喇叭就是Vianne Acoustic的Buy多芬 用银线 之前也有试过用铜线 银线真是尺尾又小一点 供电的线也有少少影响 再看看价单, 果然银线是最贵 即贵几百元 接着也占了它的脚 要占的, 特别是宫电 开了之后, 它的银线有些震 录音的平台, 我用Rune Rune Core 今次用 Silent Angel 自己的Rune Core 一套过 刚才这一套OPUS 的录音碟 DSD-128 这个材料 这一套机, 后面的参业 我就很熟悉 一般数码信员 都很难说太大幅度 左右整套声音的取向 质素上的取向会比较多些 但这个M1 其实它的声音 比较暖 比较短一点 通常这些万多元的Streamer 通常都是用分析你的限头 用高音来吓你 高音不凶 即使现在银线也不凶 高音很幼小 现在我配搭了整套机 它不会因为梳士很差 而影响到整套机的声音 它也是出来的声音很漂亮 以这个价位来说, 有些惊喜 You know you stopped me dead while I was passing by And now I'm back I see you, see you, see you every time Keeping me at the moment I bet you hadn't known it Why don't you say so It's been a long time since you Fail it love Can we come and look to yourself 听到Seysol 可以知道Digital Renderer 数码输出的声音 如果要谈论性格 它是比较斯文 Disco的声音都很稳定 既然声音比较稳定 背景也比较静 我们又听听古典乐 应该是适合播放这些 Micro Dynamic 也比较幼 以这个价位的确是挺刺激的 声音那么纯, 我想听一首旧歌 陈杰黎 虽然不曾说 相信你正在多 就算牵的不是我的手 我不真的难过 为何要到无法闻 才有想起你的温柔 多想说声我真的爱 多想说声对不起 每次到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总是睡不着 我是一直想想想想想想要 深人静音 竟然只能可以 尤其有一呀 竟然是用这个按照 幸运一手 的实力 这类万多元的Streamer 其实在坊间也很多 当然它不会比较贵过它的机器 下面有一部, 旁边有一部 都是比较贵过它的机器 横空地打赢别人 就打赢不了 但有一件事 同类型的产品未必有 就是它的声音的性格 所以你要听一些 考机一些, 例如管弦乐 或者讲究声场很多的 其实它都挺好地表现出来 数码输出挺漂亮 今次M1 的确是 以这麽小的形式模式 就做得算是这样 有什麽不足的地方呢? 不足的地方 刚才说过, 没有遮掩压 这是不足的地方 第二, 你要发挥到它终极的声音 就像我现在那样 上上下前前后, 都要全部补足 用原装全设计出来 这样出, 又好像没有当初 一件那麽小的机器 就可以出到声音那种方便 你说是否很复杂 它不是很复杂 有时这些都是乐趣 玩hifi的乐趣 但是真的加上这些东西 特别是供电 是会影响到的 而线也有影响的 所以你要玩静它 你就要买多 就是买了这些东西才能够成功 算不算不足呢? 算一个额外的要求 好了, 主要讲到这麽多了 这部小小的进口功退我手的Scient Angel M1 Music Server 就讲到这里为止 喜欢我们拍片的朋友给个赞我们 还没订阅我们的频道 记得订阅 订阅后记得按着频道旁边的小铃铛 有新片出现, 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串流机的系列 总共有五部机 这部应该是价位最划算的 其他有些是贵一些 也有些是再高级的都有 密切留意着小弟 最近上载的几条串流机片 总有一部適合你心水的 好, 下次再和大家介绍 不同类型的音响串流机 下次再见, 再见 拜拜